我们这个片段聊一下金融方向的问题 今天拍的时间有点长 让我想起了前两年在香港做直播 一周播每天播6个小时连播6天的感觉 中美的18号的会谈 我们刚刚说到了新疆问题 可能中国会被整个西方社会围殴 包括欧盟在内 甚至俄罗斯也不会帮忙 这个东西没法说 然后这是坏处 但是有一点好 中美可能会在气候问题上 在有一些问题上敲摸摸的合作 因为中美各自国内都有反对合作的声音 中国是猜疑很多 担心美国是没盎什么好果子 担心他出尔反尔 而美国这边是因为像蓬佩奥这些偏右翼的 或者说共和党 他们之前的一些政治遗产 各种问题搅和在里面 或者说有一些战略学者觉得 如果这个时候再合作 未来更加不好斥衡中国 所以说各自内部都有反对的声音 但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 当家的执政党 比如说民主党 那他就要知道要解决美国现实的问题 如果美国问题没有解决了 要算账 当然是找拜登算账 这个历史上是要负责任的 那当然是找民主党算账 不会算到共和党在野党身上去 对不对 那国内的party是一样的 如果出问题了 大家国内更简单 出任何问题 反正就是你party的问题 你啥都大包大了 当然是你的问题 好 那么就是说要当家要解决问题 好 那么现在我们回到这是第一个 我们要回到这个李克强先生 这个作为总理 这个两会的结束语 一般是他做一个一两个小时的表达 那这个关键的焦点 我们看有很多 但是重点是两方面 一个是中美关系 这是国际上的问题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国内的问题 国内的当然就是有没有放水 他就是说没有放水 那经济的成长预期是多少 通胀是什么样的情况 这就是国内国外的两个情况 其他一些小问题也有说 但是并不是重点了 比如说养老问题 但是有一个问题 人口问题没说 这人口问题 可能往大了去 也有可能他就压着就不说了 那就一点变化都没有 如果有变化 可能是巨变 他就没在这里说 好 那我们往经济层面上说 那李先生 李克强先生 他说的 这个没有大水漫灌 包括说今年也不会这么去做 这个方向 我们说可信度是多少 他的讲话里面 有没有暗含风险点 我觉得首先这么看 他说的这个GDP 百分之六 那市场包括西方社会 都一直认为是百分之八 中国是可以在2021年做到的 但是为什么说百分之六呢 这里跟一个关键数据百分之三的这个CPI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所以中国确实可能会稍微压制一下这个放水的情况 这个我们在这段时间的股价表现 以及郭树青 郭树青在3月2号两会之前的一次表态 这个都看到了 中国确实是这么做 那这么做的结果就容易造成 比如刚才前说的股价下跌 还有一个就是经济成长会变慢 这个是肯定的 因为放水不如预期 这个经济成长是会变慢的 所以是这么一个情况 那这里的话就暗含这个风险就出来了 因为不到百分之八 因为有一个百分之三CPI的这个约束 不能让通胀至少你国内的先广注 国内的通胀没有广注是这样的 输入型通胀它更会趁虚而入 所以说它的这个思路是 首先你国内的通胀不能太严重 否则的话别人输入型的通胀就趁虚而入了 因为输入型的通胀 西方社会如果说想提高输入型通胀 他们自身也是有代价的 比如说玉米价格推高了 棉花的这个价格推高了 对他们自己国内市场的价格扭曲 也是有这个很大风险的 所以说包括石油价格推高了 也是有风险的 所以国内它的一直以来要先稳住 一定要先于输入型通胀 稳住 否则别人只要很短的时间 我就让你来三个月 六个月半年的 一年的这个通胀 输入型通胀就瓦解了 所以这是一个 应该道理是往这个方向上走 所以说要压着这个经济成长 压着放水 压着CPI 好 那这个问题就来了 国内的这个风险已经出现 在2020年因为疫情的问题 一二月份的这个社会零售是大幅下跌 接近20% 17% 20% 这个是可以理解 比如说像武汉是跌40% 那大家都出不了门 光着 但到下半年的时候是有一个撬尾 在一个快速爬坡的一个情况 但是我们要注意到在全年来说 也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下跌 下跌了3.9% 当然历史上一直是正数 现在变成了一个负数的情况 然后GDP还是正的2% 那这里的话我们说有一个情况 就实际上中国跟美国 在这个康护的这个阶段里面 很多程度上是虚的 从消费品就可以看得出来 因为中美现在的这种情况就是 目前我们说它的合作有很多个方向 我们说的 如果想要股票大幅度的上涨 包括中国的股市上涨 包括中国的房地产 泡沫能够撑住 美国的股市撑住 我们一直说有一个什么呢 中美如果说有国际合作 把这个世界的总生产效率提高 我们这个前面说过 总生产率提高 这个前面说过 这是最大的层面的合作 但这个可能性很低 那么现在在2020年 至少在川普的后期 他有一定程度的合作 就是疫情不得不合作 因为你看口罩需不需要买 你不可能说口罩都不买 那美国说这个芯片不卖 那个芯片不卖 那至少最基本的 你没有把Windows系统给禁掉 没有说苹果彻底退出中国市场 也没有这么去做 所以说实际上双方 在最低的程度上 一直以来是有合作的 但是这个合作度 在3月18号要把它表现出来 表现到一个什么方向 就是有没有说超越 达不到全球一起去 比如说把缅甸拿下来 把这个非洲拿下来的情况 但是能不能说 在气候这种问题上面 绕开 如果说能在气候问题上 中美达成合作 那么这个其实是向全球 这个其实是在欺骗 中国跟美国国内的其他利益 不是欺骗 就是缓过去 或者说演一个双簧 那么这个招如果说能够卖出来 那么西方社会对于新疆西战 香港的问题的施压 就是一招虚招 因为真正 至少从经济跟股票 跟大家的关心的钱 股票跟房子上面 是没有太大伤害的 因为这个是更长时间的 意识形态 在更长时间上 也可以算的利益关系 当然大家要往民主自由上面去扯 也可以 因为这个气候问题 是很好去说服别人的 比如说我们要不要为全人来考虑 要不要考虑全球变暖的问题 全球污染再加剧的问题 在之后的合作就可以很多 比如关于特斯拉的合作 那就可以更加大张旗鼓的去做 比如说美国的基础设施 如果让中国的基建公司 直接进驻美国中国的工人过去 那这叫天荒夜谭 对不对 但是美国的电网 比较成就的情况下面 如果说要重新布局 可以说中美合作一下 把光伏产业 把光伏放到美国来 重新去建设 那这样的话 这是解决气候问题 但同时事实上 帮美国重新建立了 更加优质的电网系统 也相当于在美国 参与了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 那这岂不是两全其美 那这就是一次很好的合作 这种合作就比最低级的 美国的跟中美 这种合作抗议的层面 要高得多了 虽然说 这个可能没有说 像大家一起拿下南美洲 一起拿下非洲 一起拿下缅甸这样子 有这么大跨度 但是这个暂时不可能 要也是需要巨大的时间跟商讨 而且眼看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气候 这一次是极大极大的一个看点 直接延伸一下 就是我们先说一下 这个世界2021年的灰犀牛的风险点 从李克强先生的这个讲话来说 从他的表态不搭水漫灌的这种忧虑 以及主动把GDP涉到6% 然后比市场预估8%要低 然后也说了CPI是3% 我们然后分析出来的 他担忧输入型通胀 在中国脆弱的时候 会突然间发起进攻 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我们也说到 中国的社会消费品额度 在2020年出现首次下跌 实际上真正的下跌幅度 可能会很高 因为我刚才看了一个资料 中间说到一个问题 就是浙江不是浙江西省 他在2020年的时候 这个关于消费者投诉方面 下跌了19% 大家注意江西省的经济 一直是比较平稳 什么就是比较稳定的差 就是一直很平稳 你想投诉量突然暴跌20% 那他这个销售又比较平稳的情况下面 这个比例 我们说的是这个投诉比例 比较稳定的情况下面 因为产品质量不可能在一年里面 忽高忽低 那么这很有可能 在很多省份 他的消费品下跌 可能就不是说3.9% 可能是10%以上 因为他的投诉量是跌20% 总体下降10% 这不是说没可能的 这个消费品 中国的下跌 应该说今年初 我听做零售的朋友跟我说 今年的生意确确实是很难做 再加上去年的数据 江西的数据 包括说这个中国的总数据 以及今年我了解到的情况来说 这个今年的这个生意 包括私底经济肯定还是很难做的 然后美国这边方面也很艰难 就除了其他方面乱了一团糟之外 就现在美国很多这个工作 包括很多人拿到钱之后 就变成什么了 很多人失业是政府在发钱 但是发钱 有一些人不缺钱 他把钱投入到股票市场 这也是虚的 但还有一些人实际上钱拿到之后 在干嘛呢 在做抗议方面的最基本的工作 就是你只能勉勉强强撑着 维持自己的生活 这不是正常状态 正常状态应该是吃喝玩乐都有 这才是正常的生活 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来说 这也是各行各业 能够生机勃勃的方向 而不是说拿到钱之后 要么就炒股票 要么就是往抗议的方向上去走 这个的话实际上不当影响了中国 也影响美国都影响全世界 所以说这个问题 我想中美这次要去很好的 通过气候问题 拿开一条口子 然后能够好好的进行一定程度的合作 很多朋友说 管他去死 各位我觉得 就我们说前面一个片段说起的 纳斯达克跌去80%的情况 这还是微软跌80% 大盘跌80% 对不对 实际上 就是他从6000多好像跌到1000多 就是纳斯达克点位 大家如果想一下北京上海的房子 杭州的房子 北京上海的房子 深圳的房子跌80% 然后像厦门这种地方的房子跌个90% 甚至直接就卖不出去 因为他没有什么 也没什么像样的产业 直接跌到破产 各位 美股纳斯达克也在这么跌 这个叫什么 天地失色 日月无光 各位 那很严重的 那真的是就接下来的事情就更不好办了 你想一下这个会很容易走向失控的 所以说这一次这个协定应该说我还是比较乐观一点 我会比较乐观一点 这个同时我们再说直接一点就对大家手上的股票跟基金可能是有帮助的 那就是有可能很快速的就涨回了我们前面预判的位置 就往云南上涨的位置走了 好 那我们这个财经的片段就跟大家聊到这里